我生等着他们走了 进屋去看了 真是好大一张床 是 一个被王若福 那个贱人买回来的火色 他明知道红狼最心爱我 他还想一个一个地生 生了你这个小贱主 还想再生个儿子傍身 所有当我路的人 统统都要被我一脚踢开 来人哪 救命啊 有人要害 永长不绝不媳妇了 别闹 生命了 可是善母之仇不共戴天 什么容貌 名声 姻缘 这些都算什么东西 你小娘 林秦霜 害死我娘 一尸两命 她今天死了 是她罪有应得 是她死有余辜 Ready go 姑娘 姑娘 刘萨生送东西给您了 说是 罗俊娘子送了她一堆皮货 她一个人穿不了这么多 她特意送给您两张 我又不是乞丐 我不要她来欣赏 滚哪 这什么东西 还值得往我院子里送 不叫几张破皮货 你听主见不给小娘和姑娘 买皮货做衣服 我真好不信 这下那个小窗户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竟然敢叫你的下人上 能羞辱我 四姐姐 这是怎么了 姑娘 死不见那嫌咱们的皮货破 打了奴婢一巴掌 还要把奴婢卖出去 你 四姐姐 你真的是错怪妹妹了 这是 妹妹给你挑的最好的 给你送过去的 你少在这儿给我装 你别以为伯爵娘子瞧上你了 你就真的能告假了 我告诉你 得不配为必有栽养 小心你一人闯了祸 连连的全家 姐姐原来是因为这个生气啊 那以后 以后要是有马丘雅吉的 我就让伯爵娘子 也给姐姐送一份帖子过去 伯爵娘子对我无有无一的 不过一句话的事 你个下贱的小长虎 你还能见到这边炫耀 要你抓 要你抓 死不见 我这样子抓 要你抓 我不要小心 你不要还还你妹妹妹 我不要走开 你还要不要你 我还被你 住手 都给我住手 你怎么要杀了我们家姑娘啊 姑娘 还不快把姑娘扶起来 是 姑娘 姑娘 被打成这样 快把姑娘扶下去 找个郎中来 是 姑娘 是 已经叫郎中去了 姑娘 忍忍 怎么真被她承扰了 没事 等着我去拿药 父亲明鉴 我不过是和六妹妹 吵了几句嘴 一时间恼火 牛打肩也不知道 手轻脚重呢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女儿知道错了 请爹爹做法 吵嘴 吵什么嘴 吵嘴 你看看你给你妹妹打的 你什么事 值得你下这样的狠手呢 女儿得了几张好皮子 特地想送给姐姐 可是没想到 她竟然想打我 女儿百思不得其谨 后来 想了一圈 才想明白 怕是日前 在伯爵吴大娘子的马会上 多罪了四姐姐 这才惹下的祸事 你胡说什么 分明是你屋里的女士先羞辱我 你还轻口羞辱我小娘 叫她做小娼妇 我这才生了气 这才打了你 你小小的年纪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你小小的年纪 爹 你一鸣神断 这些话是四姐姐在我的院子里 追着我骂我的 我没想到这世上 竟然有四姐姐这样 颠倒黑白的人 竟当着面就再到我头上来了 这话倒是不错 我问过沐苍寨的下人 都是这个说法 主君 说这些话的 都是六丫头沐苍寨院子里的女士 自然是向着自家姑娘呀 你闭嘴 我请西路 你照实说 四姐姐记恨在马会上 女儿丢她泥巴之事 这才上门要来殴打我 以上所言句句属实 若有半句假话 就让女儿脸上这道疤 生疮流浓变成麻子 一辈子架不出去 主考 这种话也可以胡说的 女儿宁愿死在闺中 也不想被人冤枉 泥巴是什么事 就前几日 在马 马会上 女儿冒犯四姐姐 一不小心 用泥巴 弄脏了四姐姐的裙子 就为了这么个不小心 你就对你妹妹怀恨在心哪 她是故意害我在众人面前丢脸的 莫拉 我说你 冥蓝 你是故意的 是 但女儿不后悔 说明了 男女同席 自 自然是不怕什么 可那边也说明了 是男边独席 若是四姐姐闯了进去 童嬷嬷叫醒我们 一家子兄弟姐妹 同妻莲芝 共融共损 若一个人丢了脸 那咱们全家人都跟着丢了脸 你要是不能看着四姐姐 打着生家的旗号 你胡说什么 你还想无辨我 安静她 你做什么 放开她的手 崔薇 这可不就是那碎丝片的印子吗 这可不就是那碎丝片的印子吗 且正如山啊 我要问的是 问完了 一个是养在亲娘身边的姑娘 一个是养在我身边的姑娘 我若说话 恐有偏思 你自断吧 我们走 母亲 母亲 儿子家教不严 让母亲受累了 明儿 明儿 起来 是 天儿 来 坐吧 坐吧 你 马慧失礼在前 你不但不感激你妹妹 维护了你的名声 你反而对她怀恨在心 此处是你的第一罪过 主君 沐儿是个被教养出来的孩子 一切罪过 都有我替她受了吧 爹爹 沐儿知道错了 沐儿知道错了 沐儿她真的知道错了 现在知道错了 闺哥女儿吵架伴嘴 也是常有的事 可是你不该动辄 毁你妹妹的荣誉 你此事传出去 盛家的女儿岂不让人笑话呀 你再落个 落个刻薄凶悍的名声 你往后有什么虔诚 打二十收盘 关入祠堂 罚鬼思过 没我的吩咐不得出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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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 你 姨妈 在冬京这些日子 恐怕您把身上的银两 也都化上干净了 这些你先拿着 不够了吧 你再帮我讲 唉 用不着什么银子 我是吃惯了苦的 只求啊 赶快把这件事 一概料理清楚 我好快快活活回我的扬州去 所以 永昌伯爵府来上香天灯游的事 我都打谈清楚了 怎么样了 本月十五 吴大娘子带着梁家六公子 一准前来 要做一个大道场 正吩咐人四处打扫呢 明白了 那 你那日来吗 我不去 你不来 那你让我打听这些做什么 若不是鱼 便是有十条钩子也找不着你 若是鱼 那就算是没有钩 也会跳上岸去 把岸上的秋眼都吃了 你妈 你就送到这儿吧 别让旁边看见了 先回去吧 好 那你回去也要小心点 回吧 嗯 六姑娘院里的铜码房说 十五要去御清灌 我去御清灌打探了一番 永昌博军府也定了那日子 果然 我听到的传闻不假 这六丫头平常不险山不露水的 竟然是这么无耻的东西 还未曾过门呢 就开始把地上婆婆了 怎么办呀 我是不是毫无胜算了 越是这种时刻就越要镇定不乱 想想对策才是上级 我能有什么对策呀 我待在这个院子里 连门都出不去 你还指望我做什么呀 你是没有指望了 那 那出门便是了 爹爹不让我出门 我怎么出得去啊 我 我 若人此事 只能并行险 招雇主一致了 若依我的意思 你就得人家委屈 丢掉廉耻了 你若不去 那你就乖乖地坐在这儿 等着你爹爹拿个橘子回来 随便打发了你 我 我不要嫁什么橘子 我若嫁了个橘子 隔壁院男 都要向家大牙去了 我的好姑娘 谁都是男着男着过来的 若我当初也是犹犹豫豫 哪有今天前呼后拥的好日子呀 我这不是抢着 让你三哥哥怀在肚子里 那我早就 早就被盛家赶出门流落街头了呀 我先说得对 若是能嫁到伯爵夫 什么委屈 什么廉恥 都不重要 莫总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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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小姑娘出门呢 莫小姑娘的脂粉投入又完了 前妻家中才买得不好 拥有个云栽去买些她重力的回来 云栽姑娘 云栽姐姐也是呢 云栽姐姐 我 不为脂粉 还有定了要取的两件运败 云栽申请向四姑娘 所以一同去好给吃个药 路上就是一件好的勾勾笼了 就给哥哥你带两个口 行 那你先去忙你的去吧 快快快快快快去 我看有什么好的都给你买啊 快回去回去慢点 那你们先去啊 去吧去吧去吧 走了 去吧去 快点去一清关 好嘞 好嘞 走 走吧 来 时候尚早 听说育清贯西面 有一座全眼极美 风光也好 我们去看看 母亲 孩儿撑不住了 想回去歇掉 这才走了几步啊 就还累 母亲 你三五天就来一次 不就是想遇见 参加那姑娘吧 我知道你不情愿 还惦记着屋里那个贱人 你若真惦记 就早早点头 把盛家姑娘迎娶进门 我自随便你闹去 正气不入门 哪个寻求人家敢先大歉 我是不着急的 只怕 你那个春科小贱人的肚子 可等不得了 你自己在这对着真人 想想清楚吧 我们走 公子啊 咱们是回府里了 回什么回 母亲朝西边的陆清泉去了 咱们去东边的后院过过 好的 这里 我们是不是来晚了 梁家人是不是都走了 山门外梁家的马车还在 应该并没走 姑娘 要不咱们去那边看看 两位小娘子 快别往前走了 听说郁清冠后来的花 开得甚是漂亮 我们正要去看哪 哪来的什么花呀 有一位年轻公子 也说要赏花 院子里都是男子 你们两个小姑娘进去了 怕是要坏了名声 我们这就走 真是老天助 姑娘 你可想好了 真要去 说去了 全家都没有颜面了 我阿娘说得对 只有我们自己的颜面 才最重要 比那盛家的颜面重要多了 你告诉我 这里面繁花盛开 你告诉我 花呢 这公子我 我 你是不是要我去给你 姑娘 你没事吧 哭了 天哪 这脚的 姑娘 你没事吧 好 我不是在做梦吗 这儿 穷子抓着我的手 怎么会不是真的 你看 你怎么会在这 我梦里听见公子互换我 我这不就来了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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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姐姐安好 妹妹好人才啊 早就撕破脸了 还能撞得下去 我没记恨姐姐刮破我的脸 怎么 姐姐净恨爹爹罚贵了吗 你别以为你赢了一次 就将我打败了 人活仪式几十年 路还长着呢 不到盖棺材那天啊 什么都不一定 是啊 姐姐日子长着呢 还盖不到棺材呢 真是开了眼啊 你怎么把荷花养在这儿啊 这钢莲不是应该摆在院子里才够气派吗 你摆在这儿 这又挤又潮的多不方便啊 我不是为了养花 只因为两个月前 我去了玉清罐烧香 那里的道士给我劈了一挂 说我今年命中待煞 需要以水来灭火 我这才找了三个缸子 潮满水放在屋里 看似是闪花 实则是平衡风水 这样姻缘就顺遂了 前些日子 那个永昌伯爵府的吴大娘子 日日来找你 我看你们打得火热 这些日子你老是生病 天天窝在家里面 还顺遂什么呀 遇到最后啊 找了个丙生就打发了一辈子 我四肢身份低微 日后就算是进了伯爵府 也是活受罪 何必自嘲苦吃呢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外面那些人都说什么 你幼钩的袁若哥哥 幼钩的吴家 我看他们呢 就是自己 捞不到马球的博彩 才来嫉妒你的 吴姐姐 你这么想 那是自然了 那些嘴长的呀 还不是因为嫉妒你 才说这些的吗 自己都不知道跟什么 张四郎啊 刘四郎 打过多少次马球 搏过多少次锤完了 要不就是嫌咱们家里官小 还好 我二哥哥争气 等日后啊 登革拜相 咱们家肯定比他们 都强百倍 嗯 这么多啊 这样 我姐姐替我出头说话 那我也不能光是 只惦记着大姐姐 这个帕子你随便挑 我也不是替你说话 你这不是你摁住了 莫兰那个小贱人吗 我从来没看见过 她吃这么大的亏 咱们俩也勉强算是 一屋子里的人 哎呀 这手发真好看 真好看 母亲你看 明兰这个小丫头啊 自己体弱多病 天天闷在屋里 吴大娘子那边也应酬不了 生生地没了这段婚事 好像鬼迷心窍了 信了那个毛山道似的 搬了好几个大缸 到自己房间里 说是可以时来运转 婚事顺遂 果真是比我年纪小一些 一点都不记录 人家比你机灵多了 知道为自己的婚事操心 你还傻子 恨恨也不正常 我呢 是盛家的嫡女 又有母亲的疼爱 我愁什么呀 话是如此 可这八字还是要批的 如今你大姐姐儿子也有了 我就你这么一见心事未了 要加紧些 向来没听明丫头 说过什么鬼神 她都赞了真人 想必是好的 选个好日子 我也娶她 笨笨管 那不是零七刻的露洞和云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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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看过去 别是找什么歪路子来证我她 大娘子且留步 我替大娘子去 伺候大娘子去拜三清 我稍后就来 来个小鸟 放回来 有点褒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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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掐住脖子别松手 不能让他有喘息之机呀 我现在脑子一团乱 你是怎么办吧 我看他们这样 想必不是头一次私会 既尝到了甜头 便不会轻易罢手 必定还要下次 不如 咱们回家禀报主君 请他亲自前来捉奸 这样一来 他私会外难行苟且之事的罪名 就板上钉钉了 这不可能 你看错了吧 刘家亲自跟去 亲眼看见莫兰那丫头 和梁汉思 我进了房门 孤男寡女一间觅食 怎么会看错 我生等着他们走了 进屋去看了 真是好大一张床 你胡说 哪有你这么变喷人的 你简直就是血口喷人 官人一心我栽赃 那好 亲闻不如亲见 官人不如亲自去捉个尖 自会真相大白 捉奸这种下作的事我怎么 你让一个当爹子 你去捉自己的亲女儿 你等着 我看不如 我把林氏和莫兰都叫来 你们当场 你们当场对劲啊 我若有半句虚言 就叫如兰将来 嫁不出去 华兰在婆家勇士抬不起头 威儿一样 真是 我还要这是 要是 我做的 你不要做的 好 肚姑姑娘 肚姑姑娘 这是又要去替四姑娘 买头衣和胭脂吧 买丝线 又是和银哉姑娘一起吧 少说两句 拿着钱还不贺就挺适趣 一个看不得小思思 得些一种姑娘的事 小心把你进去 走了 大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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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又走了 四姑娘半成云载 又带着陆主出门去了 快 快 保官人 被扯 去郁清官 是 叫官人 带上牵了死器的下人 将那院子死死为重 好 奴婢知道 绝不让他们溜走了 不 是严逢此事泄露 因为一带泄露 我们家姑娘就没法做人了 只能去投江 大娘子想得周到 走 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去找你们母亲提亲 横竖她看上的都是盛家的姑娘 谁不出去 你是不知道 自从给你六妹妹 今日也是病了 昨日又是头疼 我母亲就估摸出你们盛家的意思 如今她实在是听不得一个盛子 前日我小思说漏了嘴 还被骂个狗血淋头 我和她腻着来 毕丁一开口就被她骂回 那你就不说了吗 我怎么办 我一个规格在世女 什么都给你了 你却这样没有担当 我还是去死了算了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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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啊 也许啊 也许一定 我的心像被鬼肉碰了死 谁 爹爹 这是 刁刃现眼的东西 剩下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爹 来 爹 来 爹 把这个仓库给我捆下来 捆下来 爹 快吃个药给我捆下来 爹 爹 爹 红狼 梦儿她只是一时糊涂 你就饶了她吧 你要她要罚 你只管冲我来 你不糊 事先要探明永昌侯府 什么日子去上香 什么路径时辰 再要买通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一圈人来帮忙 让女士穿着墨兰的衣裳 三番两次装作屋里一会儿 好决心哪 好手段 是个人物了 你们 你们都说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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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晕 又晕 怎么晕不够啊 爹 此事都是女儿一人所为 我娘什么都不知道 与我娘无关 爹爹要打要罚 就冲我一个人来就好了 娘 娘 你有晕是吧 来人 给我拖出去 且慢 果然是壮 你 红狼 娘 红狼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眼看着墨儿 年纪一年大死一年 这婚事没有着落 大娘子跟老太太也都不过 混账 不说老太太 大娘子几时说过 不管墨兰的事了 她不管 不是还有我这个当父亲的吗 我三番五次跟你说我选定好人物了 你又能找上她一个姑娘家自己找男人哪 不不不 金明驰 马球会 是那梁公子先看上的墨儿 逼迫她 妄屁 你们干出这种不知羞耻自清自荐之事 你还有脸辩解 你什么也别说了 眼睛让老祖宗听见 替你们母女俩感到害臊 莫尔如此不知自哀 百万家缝的东西不如打死了 不不不不 她会说打死他们 不如打死他们 不如打死他们 还不如先打死我 那她可是你的筋骨肉啊 红狼 红狼 我 我给你做妻二十年 忍气吞声 遭人白眼 就看在我对你一片痴心的份上 你就饶了她吧 红狼 禀主君 长风哥在外面跪下了 说这要给林小娘和四姑娘求情 红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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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算主君不顾念旧情 那也看看风哥的面子 若真是打死了他的亲妹妹 岂不是伤了父子之情 千错万错 都 都是我和孟儿的错 风哥现在喜心革面 已经读了半年多的书了 眼看就要入尾 若真是这个节骨眼子上出了事 我 那也是盛家的脸面要红狼的 我若不是看你哥哥要科考 我今天乱棍打死了你 上次就该让你跪死一辈子 拨出去走在祠堂 把跪撕过 他要晕就让他晕着 谁敢求情 跟他一块跪着 林氏 禁足林七阁内 获得踏出房门半步 抓人好好看守 其他参与谋划者 通通羁押 听后发落 儿子恰恰不严 连累祖宗 让母亲也疾病了 我不过是一时怒火攻心 不妨是 听说大娘子 晕了醒 醒得晕 如兰一时要跳湖 一时又要去加瓷杀人 华兰也回来哭 事已如此 你才来问我 我有什么法子 儿子胡说 你是围观作宰的人 一向小心谨慎 官场上刀枪剑戟 何等凶险 你都挺过来了 偏偏林小娘 把你一算一个准 如今莫兰这条路 便是当初林秦霜走过 且成功了的 乃儿尚且年幼 行了 年幼的是我明兰 是 我不是追究你前尘往事 可她做了多少错事 每每撒娇卖轨 装持装惨 又扑又上吊 那我 次次弄得你心软 高高举起 轻轻放过 之前的都是些小事 她也是一时糊涂 千里之地 毁于已穴 这点道理 也许我教你吗 母亲您息怒我母亲 我不怕得罪你 今天索性把话说透了 若不是这二十多年来 你每每偏袒林氏 纵得她不知天高地厚 胆大妄为 也不会有这桩丑事 莫兰本该是个好孩子 跟着林秦霜 学得见利妄议 口识心扉 为一己私利 不惜毁了盛家所有女眷的生意 莫兰将来嫁人 离开林秦霜或许能好些 可长风是盛家的儿子 他若被交坏了 那可不是脸面名声的事情 去年他结交邱家 胡言乱语 害得你被官家扣在宫中 这么快 你就忘了 你女儿做出如此蠢事了 你还有脸让我去给她提亲 这外面都已经风言风语了 若不提亲 咱们全家都丢脸呀 是 我的莫儿是不断装 可是他们梁家 难道就是什么好货色吗 莫儿只不过是与那个梁公子 相互暧昧 就如同你我 你我个屁 你怎么知道 此事已经传出去了 连我还是华儿回家来往才知晓的 你一直被关在这儿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 是你散播出去的 是吗 洪狼 怪不得 怪不得我审问之事 你跟雪娘比重人来得都晚了 那外面人问我 我也只能是编了个理由 说莫儿摔倒 这梁家公子把他扶起来而已 并没有说别的 这样咱们两家都不太丢人 梁家也好有个台阶下呀 那是你亲女儿 你就这么遭见她吗 我遭见她 碰了你口口声声地说要给她一亲 无非就是从那些走科举路的穷秀才里面 挑一个罢了 莫儿是一个庶女 若不想一些办法 恐怕就要嫁入寒门 苦苦熬伤二十年 若再 若再赶上一个不争气的她这辈子就完了 我遭见她 到底是谁在遭见她 你是只知道博学府的风格 不知道里边的凶险 那华南不就是利子吗 她还是咱们盛家敌初的女儿啊 那是大姑娘没有手段 莫儿她同我说了 说这梁家公子是非她不娶 只要是多多地带一些嫁妆过去 那便不会有人瞧不起啊 带多少嫁妆 那梁府是什么人家 那是汴京城里头数一数二的父户 华儿出嫁的时候 是大娘子给添制的 你的天辰铺子 那尚且是我给你的 都拿来 都拿来给她做嫁妆 有多少 洪郎 洪郎 大娘子是这沈尼姆 莫兰虽不是她亲生 可李莹也应当出一份 况且还有老太太 你住口 你一个妾室 你平日里过得 已经比一个正式的大娘子 还体面了 你应该安守本分 好好教养教养孩子 可是你看看你 分的末儿成什么样子了 让你给交成什么了 多好的一个孩子 让你给交成一个 交成什么了你 你现在还有脸 有点惦记着大娘子 和老太太的嫁妇 你还知不知道羞耻啊 你说什么 洪郎是嫌我不知羞耻了 当初我清白这句 与你暗中苟且 白日轩淫的时候 你何尝想过我不知羞耻 现在我只不过一心 为这女儿着想 你倒心我不知羞耻了 在你这样的读书员眼里 到底什么才是羞耻 双儿 你是这么想的吗 洪郎要我怎么想 你说你害怕吵架 我每回听了我都心疼 我心疼你一个弱女子 孤苦伶伶 无依无亢 你现在怎么竟然这样说 我现在问你 假如当初 我只是个身无缝纹的穷小才 你还会这样说吗 会 只要红狼想听的 双儿都会说给红狼听 怎么 怎么 怎么红狼还要打双儿不成 双儿 我把你放在心里头 二十多 你把我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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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当什么了 红狼的心可真大呀 摩尔的 摩尔的事都已经这么大了 你还有闲情意志 是 同我在这里 提前尘往事 你恨我也好 怨我也好 哪怕 是为了如兰明兰 这两个压斗的名声 现在等我扯这些 不如快去提亲吧 要挟我 你这是要挟我 我没有要挟你 我都是为这盛家着想的 梁府啃娶莫儿 可以说 他们早就有婚事 早就定了亲 举止 举止其名的些也无妨 如若不然 恐怕明兰跟如兰 两个女儿便嫁不出去 别说是那穷秀才 就是山村野夫 也未必肯娶这样家的女儿 盛家丢人了 成百就丢人了 成百要是丢人了 他的大娘子海氏 哪还有脸呀 我要你们王家 盛家 海氏 还有老太太家 统统去给我想办法 我母母曾说过 这一个家里 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如若莫来这公职办不成 我们就一起死吧 天爷呀 有无知 你属没中 blind人 我不是 冯冯 太惹了 你们想干什么 冯荣 冯荣 我是伯爵 合理我 月母 你们谁敢揍我 我是伯爵父公子的亲月母 我女儿将来就是伯爵父大娘子 你们敢对我无礼 我叫你们肃无荡山之地 你们想怎样 红狼 你再能如此无情 我当初 白身外缘的江湿娘子不送来给你做钱 我早然白眼二十多年 我给你生儿育免 红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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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幼稚 写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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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都出去 打死你 混账告辞 你是敢来看我笑话的吗 是个红狼叫你来的 是个王若福那个泼妇 叫你来的吧 你给我听好了 现而今我被丢到这里 和我始终是伯爵夫媳妇的亲娘 等我的默然 和梁家坐稳了 我依旧可以坐稳林七哥 当初梁家也打过你的主意 可惜啊 我的梦儿高你一筹 你现在就是嫉妒的吐血 滴血也没有用 我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入梁府 你不想嫁到梁家 你故意的 你故意同我大娘子接近 你故意 你故意 你让我们 让我们以为你要嫁到梁家 这样我跟沐儿才敌儿走线 私混两寒 是你 是你 你 可是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不做梁家的嫡娘子 为什么要把我的梦儿 你不知道什么了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知道了 我不怕 我不怕 就算是告到开放府 他们也拿不住我的把力 是他来害我的 是他先来害我的 是他先跟我做对的 我什么也不怕 他被王若福那个贱人 买回来对付我 一个被王若福那个贱人 买回来的火色 他明知道红狼最心爱我 他还想一个一个地生 啊 生了你这个小建筑 还想再生个儿子放身 所有当我路的人 统统都要被我一脚踢开 我不怕 你到底 你到底要偷摸摸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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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什么什么什么猛话 你告诉我 你的阴谋是什么你告诉我 你别动 你回来 生命了 来人哪 救命啊 有人要害 用长波爵不媳妇了 别动 生命了 这些事 我看你跑了 你叫我 我看你 阿隆 你怎么会想到我 你怎么会想到你 你怎么会想到我 这样的地方 我又会想到我 我还是想到我 你怎么会想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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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女才发现原来还有这条路可走 于是便假意与梁家亲近 激怒四姐姐 令她险些刮花我的脸 可没想到 父亲仍旧不愿意处置林氏 是我 我早就已经知道 梁寒和四姐姐私会 眼见着他们泥族身险 也是我 暗示大娘子去雨亲馆 去抽搐他们的奸情 你糊涂啊 这是你一个上位出阁的 大家千金做出来的事吗 如此曲折 繁琐的计谋 少有半步插持 便会身败名裂 你就一切全完了 你想过没有 我想过 可是善母之仇 不共戴天 什么容貌 名声 姻缘 这些都算什么东西 你小娘 林晴霜 害死我娘 一尸两命 她今天死了 是她罪有应得 是她死有余辜 孙女就若是死了 也要从奋斗里爬出来 去报仇 你平时看起来归顺听话 做小父弟 难道都是作戏吗 孙女对祖母的敬爱之心 天地可见 绝无虚假 是她 如今随你办了这样的事 自去罪该万死 亲从不则罚 不则罚 不则罚 怪我 怪我 没有替你做主 没有替你出头 没有替你一个人 做出这等现实来 是 什么人 对 太多了 要是 她说 你吓得院子里的些人 未有知道内情的 所以你不敢透露饭店 人心打扫精神 这就好 这件事情除了你我之外 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全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就让这件事情 就这么过去吧